3 2 1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來到台北 來共同跟我們交通部 以及觀光署共同主辦主持 這個我們2024年 龍來台灣 台灣燈會的主燈 以及小提燈的展示 我相信在睽違了16年 台南市作為台灣的文化古都 也邁向台南400的時候 我們共同迎來台灣燈會 也非常感謝消防部以及觀光署 能夠讓這個活動 有這麼讓大家可以驚豔的 不管是小提燈或者是主燈 那作為地方政府 我們一定全力來配合協助 也希望各位好朋友 作為台南400的共同見證者之一 共同邁向這個里程碑 台南400我相信一定能榮耀台灣 也希望台灣燈會在台南 在2月24日到3月10日的時候 一起一定要來看看我們美不生收 美輪美奮的燈會喔 能夠作為地方的首長 一起來迎接 我們相信這個精彩程度一定是不亞於 在2023蔣灣市長所 以及柯文哲市長共同 作為地主的台北的台灣燈會 那我相信這個觀光的人數由於 觀光署全力來協助 那所以說今年來台南看台灣燈會的人數 國內外一定是可以履創新高 那現在說人數好像太 感覺怕講少了 那所以我相信一定會打突破人數的新高 也希望尤其我們白天有籃展的加持 晚上又有鹽水風泡的加持 所以說尤其年輕朋友們 看完燈會之後晚上再去沖泡城 那這件事是非常刺激好玩的事情 今年是台灣燈會第35屆 那因為四鴻我們觀光署深格 還有台南建成四百年 所以有一系列的這個活動 我們今年會在高鐵還有安平有兩個燈區 那這一次我們特別設這個主燈 龍來台灣 我們希望全世界的這個朋友都來台灣 那另外今年的小提燈過去是非常熱門的 今年是用小籠包的這個設計 也非常的可愛 那我們歡迎我們所有的全國 或是全世界的這個我們朋友 都到台南來 主燈龍來台灣 主體高度18公尺 含底座總高度達22公尺 創作靈感來自台南大天后宮 電前石柱 飛龍神韻及型態 並採用太陽能發電科技 大幅降低總用電量 展現台南永續發展理念 這座主燈一開始我在設計發想的時候 是因為我去過台南大天后宮 台南大天后宮歷史悠久 他的鎮店前有兩隻石頭的龍柱 盤龍潛遊的樣子 非常的讓人印象深刻 那今年的主燈呢 如同剛剛市長也有提到 台南在400年前開始了大航海時代 所以這一座金龍呢 它潛遊出海 奮力向前的一個動態的模樣 也是我今年想要呈現的 那麼大家現在知道說台南 它有非常舉世聞名的一個光點 這座主燈上面我們結合了一個材質 叫做EPA的回收 所以當大家 藉由這個主燈 大家要知道 我們台南不但能夠藉由太陽能發光 我們還能把太陽能運用之後的這個材質 真的做到永續的精神 這座龍的雙臂 我們結合了一些大的機械轉動軸承的部分 勇敢的去嘗試挑戰 讓這座龍這麼大的一個作品 也能夠做到科技跟機械的動態 今年的小提燈設計 則是將龍變身為可愛的小籠包 龍頭可以放入輕量的隨身物品或小玩具 龍身變成長背帶 除了可以當提燈使用 還兼具玩具收藏功能 受到小朋友喜愛 今年在造型上 我們就是把瘦長的這個龍頭 轉變成圓圓胖胖的造型 然後龍其實它一般的形象是比較兇猛的 然後我們也把它改成笑咪咪的 就是讓小朋友可以更喜歡它這樣子 那這一次就是我們把龍頭放大為主體 然後龍身的部分呢 我們就把它做成細長的背帶 然後讓小朋友可以背在身上 很輕鬆的逛燈會 那另外呢 我們也把龍土豬的這個概念 融合到這一次的設計當中 那小朋友可以在這個龍的後面呢 把自己家裡面的玩具 或者是小零食小玩具 每個小朋友家裡面都有很多 然後就可以把它放到這個包包裡面 然後把後面的這個紙扣鎖緊 然後呢當它的龍頭 龍嘴巴張開的時候呢 這些小玩具就會咕咚咕咚的 從嘴巴裡面吐出來 對 就是有龍土豬也希望給大家帶來的好運 那希望這一次的小籠包小零燈 可以讓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表示 元宵節開展的台灣燈會高鐵燈區 將於2月24日至3月10日熱鬧展開 為迎接台南建成400年 2月3日安平燈區將率先起燈 邀請大家一起來台南遊玩賞燈 記者聯席會 台北報導 好 好